原定下午5点离开台湾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即使行程大抵累 还是坚持脱下太阳眼镜 依依和工作人员留影合照 最后才意义不舍踏上行政专机 离台前再向台湾挥手说再见 准备前往亚洲行下一站韩国 回顾裴洛西访台行程 无据中国压力 裴洛西一找立法院拜会朝野党团 线上花束的是副院长蔡奇昌亲自接待 因为院长游锡坤筛检还是阳性 只能以视讯和裴洛西空中相见 而就在全球关注裴洛西访台时刻 没想到设备却出状况 口音员麦克风吐锤 来不及翻译打断发言 但裴洛西早已等不及向台湾表达支持 结束立法院拜会行程 佩洛西还布出二楼会客室 对着媒体镜头大方比赞 接着马不停蹄赶到总统府 蔡英文亲自授予佩洛西勋章 表彰对台支持 特种大寿清云勋章的颁证 代表了我们对佩洛西议长的感谢 也期待透过更多的相互合作 持续的提升台美关系 这次我非常感激烈 这次我预备这个资议 在美国总统的领证 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的参照对我们的参照 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们的同学们 我期待在设备这个资议 在总统的领证 都在那里装着 对吗 陪洛西访台前形成保密道架 但抵台后的动作 却是相当公开 中午蔡总统在台北宾馆 款待佩洛西访团 而根据了解参会中 我方还准备 佩洛西最爱的黑巧克力冰淇淋 而正常参会 因为触及经贸议题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刘德英都是座上宾 午夜结束 蔡总统还和佩洛西 在门口拥抱欢送她 在在展现台美关系大要劲 而长期捍卫人权和民主理想的 佩洛西坚持一定要参访 景美人权文化园区 进入园区前 佩洛西在车上向媒体挥手 刘成先已安排座谈会 邀请曾被中国关押的 NGO工作者李明哲 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经 和中国名誉人士吴尔开西 AIT刻意安排 也看得出佩洛西非常重视这一行程 回顾佩洛西行程 2号深夜抵台 3号一找精神异议展开密集 拜会行程 没有一刻浪费 旋风访问近20小时 佩洛西立即动身前往韩国 继续她的铁人行程 近期我燕林夏宇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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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